关于这个苗床水分的管理 辣椒种子播种以后 浇一次透水 这一次透水 基本上能够在这个辣椒幼苗生长前期 就保证这个水肥就够了 整个这个辣椒苗子生长的过程中 建议要保持苗床湿润就可以 如果缺水不要一次浇水太大 如果浇水量过大的话 在冬春季节低温高湿的情况下 很容易发生这个促导病 这个需要引起大家的注意 最后幼苗营养方面的管理 也就是虚肥方面的管理 辣椒苗子在生长的过程中 它对这个对肥料的需求量并不太大 建议大家在生长的过程中 及时的根据幼苗的生长情况 可以喷洒一些氨基酸类的叶免肥 或者是磷酸而清钾 这些叶免肥就能够满足幼苗对营养的需求了 在这里面强调一点 育苗的时候不要在机制里面再添加化肥了 因为添加化肥的情况下 也是造成种子不出苗的一个主要原因 最后就是给大家说一下辣椒状苗的一个标准 辣椒状苗叶色深绿 没有什么病虫害 幼苗达到20厘米左右 线垒 根系的话须根比较多 根系白 幼苗比较粗壮 这是整体的一个状苗的一个表现 好 这个关于辣椒育苗的这个技术 咱们给大家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下详细的解答 好 谢谢大家